講到香港影壇巨人 大家很可能會想起 邵日富、周文懷 又或者李小龍 這些對香港影壇有巨大貢獻的人物 不過單從字面解釋的話 香港影壇巨人 就非他莫熟了 蕭甲 卓豪 大隻感 別名高峰 據維基資料 他身高達2.11米 即是6呎11吋高 比同期演員高魯全 還高出一兩個頭位 體重高峰時期有300多磅 比肥肥沈殿下 重成100多磅 香港影壇巨人這個稱號 蕭甲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雖然他在電影之中 只能夠飾演一些高大的巨人角色 但是他的造型 卻又可以千變萬化 又令人妄兒身為的 高大怪客 阿辣 阿辣 大哥 唱에게 single me 或者是 凤凤有禮的 新郎歌 或者燈神 以至反傳成為一個 暗情默默的女人 她都可以演得 reaming and 本集就会和大家介绍这位 曾经为香港带来 无税恐惧与风笑的影坛巨人 萧敢 和探渡一下搞笑人提及的身高之迷 在继续之前 请大家按赞、订阅 和按下个通知钟仔 谢谢 1939年出世的萧敢 在他16岁的时候 已经身高6尺二串 成为同辈之中的高人 不过他似乎有些身不逢时 如果他成长于今日 他大可以效法 姚明等等这些高人 打篮球 成为著名的篮球明星 那就不用那么辛苦 在萤幕上适应一些配角 赞取微薄的片酬 事实上在七八十年代 中国篮球界已经出现一位 以高取胜的球星 木铁柱 他原本都不太会打篮球 但是被一位教练 看中他2.28米的身高 就将他训练成为一位超级中锋 成为中国篮球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可惜萧敢出道的年代 香港的篮球运动 并不太蓬勃 反而香港的电影 正处于百花齐放的年代 神怪片的兴起 就需要一些高大身材的演员 去饰演一些神怪角色 不少香港人在小时候 看粤语长片 看到这位凶神恶杀的巨人出现时 都不禁有一种令人妄疑身为的感觉 不过他饰演的怪人 亦曾经有游情的一面 例如粤语长片《雪峰魔女》里面 萧敢就饰演一位雪人 和当时还是很年轻的萧芳芳 进入一场对手戏 除了神怪片 一些喜剧电影 亦需要一些特别外形的演员 去饰演一些奇邻角色 以营造喜剧感 例如有西瓜炮 矮冬瓜 猪油膏 以至陶三菇 当然不少要找一个高大的人 来襯托一下 于是不少导演就会想到 找萧敢来客串 做一个大历史或者是巨人 例如1967年的 《飞哥跌落坑渠》 其中身材矮小的森马仔 遇到他的对手萧敢 就好像遇到一个巨人 当同客到暈得一阵阵 由此就产生一种喜剧感 由于萧敢的身高 在影圈 无人能及 任何电影 如果需要一个 高人或者大历史的角色 都会第一时间想起大直感 所以虽然萧敢 因为身高而限制了他的戏路 但是多年来他参演的电影 读非常之多 现时网上很多资料 都是根据维基网站所说 说萧敢在1959年开始演出电影 一生参演过三十多部电影 这个数字是严重低估了萧敢的电影数量 较为准确的数字 可以在香港影妇找到 萧敢在1953年 已经参演他第一部的电影 至1981年 他参演的电影已经多达97部 不过这个香港影妇的资料 仍然慰留萧敢的一些电影 例如1965年的 《玉面炎螺》 上下集 电影广告上虽然没有萧敢的名字 但是戏中 《陈宝珠》 由一位肉面小身 化身变成一位 变形怪盒 《血魔》 《血魔》这个角色 就是由萧敢饰演的 因此萧敢多年来 参演的电影加加买卖 应该都会超过100部 而在80年代 萧敢也参演过几套电视剧 包括阿舍的《神灯》 以及港受欢迎的 日本警匪剧集 《晚龙特警队》 因此萧敢在50-80年代期间 其实都有不少演出机会 在早期 他多数以高峰作为他的艺名 例如他的第一套电影 《养子当之父母印》 在电影广告上 演员名单就有高峰这个名字 当年高峰即是萧敢 只是有14岁 这套电影也是当时另一位演员 张英才 第一部的参演电影 不过后来 张英才就成为了 电影《红星》 每部电影都是做主角 而萧敢 就一直只有 飾演一些高大的怪客角色 全部都是气氛不多的配角 甚至只是站在主角后面的人肉报警版 萧敢的气氛 由最初令人望而心畏的怪客 到后期 漸漸转为 充满喜感的怪客 例如1976年 半斤八两电影里面 有三个大只佬兄弟 三佬是一个普通的大只佬 许冠民想走的时候 就遇到二佬出场 即是由萧敢 饰演的超级大只佬 萧敢 教训完许冠民之后 原来还有个大佬出场 二佬已经好像萧敢那样大只 那大佬不是更加得人害怕 然后飾演大佬的是一位 朱鱼演员 张晟明 这种玩大小身材对比的喜剧场面 在生亚仔早期的电影里面 都常见 萧敢作为香港影坛最高的演员 当然是导演的首选 1977年 《尖时邦》涌破海底城电影里面 出现一位经典的坑角 就是由2.18身高的演员 李策基劳飾演的钢牙 钢牙不单力大无穷 还可以咬烂任何金属物 是连《尖时邦》都难以对付的人物 当年很多观众都觉得这个钢牙很可怕 在第2年的香港电影里面 就出现了港版的钢牙 1978年港产电影 《狗咬狗骨》电影里面 萧敢就飾演一位力大无穷的金牙 他连机关枪都不怕 因为他可以用口咬烂至机关枪 真是问你害怕吗 1980年 他又在《摩登土佬》电影里面 飾演金牙 又密德罗飾演的一群油脂仔 见到神高神大的金牙 都嚇到走隔不透 1980年《悉英雄众英雄》电影里面 文初版的金牙又再次出现 在童年的地獄木门电影里面 萧敢更加突破自己的局限 反专飾演一位 陷情默默的文初女子 我生产的 Cent 说到蕭錦的身高之谜 是有两个谜题 第一个就是 蕭錦的身高其实是有多高? 谢谢 事情是随机的性格 第一個謎題 蕭錦的身高 根據維基的資料 是2.11米即是6呎11吋 而維基這個資料是參考自1965年 華僑日報的一宗娛樂新聞 當年蕭錦26歲正值求偶之年 他的師傅幫他登報徵婚之後 還跟他去到青松冠求神問簿 看看有沒有天賜良緣 而當時的新聞報道就說蕭錦是6呎11吋 體重248磅 而這個身高資料就成為現在網上 唯一找到關於蕭錦新高的資料 不過我找到1981年工商日報的另一宗娛樂新聞 就有不同的說法 當年無線節目歡樂今宵舉行香港之序 一名觀眾在鬥高比賽之中 以高過蕭錦半寸的高度成為香港最高先生 連蕭錦都說在這麼多年來 他都是第一次見到刪得比他高的人 而當年公布蕭錦的身高是6呎8吋 看重300多磅 至於蕭錦真正的高度 是6呎8吋還是6呎11吋 就有待進一步考證了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蕭錦就算不是香港最高的人 他肯定是香港影壇裏面 最高的一位演員 另一個謎題是 蕭錦為何會特別長得高人一等呢 一個人的身高如果明顯高於人類平均的身高的話 他很可能就是患了一種罕見的疾病 叫做巨人症 巨人症的患者在發育時期 通常是由於垂體線紐導致 產生過多的生長激素 令患者身高易於常人 長大後身高可以高達2.13至2.72位 剛才提及 詹斯邦電影裏面的鋼牙演員 李策基路就是患了巨人症 而有紀錄以來 世界上生得最高的人 是1930年代的美國人 Robert Radlow 他身高達8呎11吋 大約是2.72米 可以說是巨人症裏面最極端的例子 身體過高的人 在心目上都有很多不便 除了衣裏鞋物 很多時都要特別訂造之外 他們亦要屈袖於日常的傢俬 以至交通工具 當然還要忍受 周圍其他人投意的奇異目光 不過身高超過2米多的人 都未必一定是患上巨人症的 據內媒的報導 身高比蕭錦更高的籃球明星姚明 都並非患有巨人症 而是自然遺傳至他父母的高度 至於蕭錦是不是患有巨人症 因為我們缺乏他相關的醫學資料 所以就不能在妄下判斷了 我們只需要在這裡紀錄下 香港影壇曾經出現一位演員 在幾十年來 他以他二衣上人的身高 為香港的電影添上 只有他才能做到的娛樂元素 不少香港人在小時候 看他的戲看到鏡 到大了的時候 看他的戲就看到笑 蕭錦演出的雖然都是一些綠頁的角色 但是在影壇上都留下了不少令人懷念的光影記憶 全非解密PATREON之後台開麥 真是多事情聽了 最新上架 神君編述與奇聞 這個系列已經有兩集上架了 在這裡給大家一些片段 先讓大家看看 劉德華當年住在十五座 那條龍頭頂的單位 齊子當時有沒有縮小 所以他當時應該是年輕 他叫劉福榮 劉福榮 那時候叫劉福榮 他應該住在 Youtube上有條影片訪問了他 訪問他指著他住哪個單位 指著第十五座 他就住在最頂下面那一層 我數的大約是十三四樓 因為最高是十五樓 他就剛剛單邊夢牆的單位 他那時候就是 那個位等於金龍頭頂上面對開 他就有說 有說那條龍 因為他那時候大約住了六七年左右 他爸爸好像在那裏開蕭南普的巨蜜 在那裏開蕭南普的巨蜜 他就說那時候 經常見到那條龍會動 因為在斜路 坐車回家時見到那條龍會動 為什麼 究竟這條龍呢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聞出來呢 其實我們在第一二集 講過江上派 江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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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騙術 他們特別有一個叫澤非編謂 鼓吹大迷信 鼓吹大迷信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鞋神騙鬼 可以做法事 做成法事 收錢 或九千一心 性交改運 好了大家試聽著這麼多 想聽完整的詳細內容 只需要成為 善非解密Patreon 的付費會員 就可以聽到更多獨家的解密資訊 會員只是三元美金 即是二十多元港幣 換句話每個月 只要請小弟喝一杯奶茶的價錢 就可以聽到更豐富的節目內容 同時也都支持到 善非解密YouTube頻道的 高質影片製作 Patreon的連結 可以在本片的置頂留言裡面找到